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盈盈 最近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又迎来了一轮暴涨 黄金期货价格是再度突破了每盎司1400美元 国际油价也是上冲每桶100美元大关 不过在这轮涨价潮中 跑在最前面的却是白银 22号 纽约市场白银期货价格一度涨到了每盎司34.31美元 创下了近31年来的新高 和去年8月中旬相比的涨幅是达到80% 银价的井喷在国内投资者中间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还是先到北京的商场去看一下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新街口的一家珠宝城 这里的地下一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白银交易批发市场 像我手中拿的这块千足银 去年同期的价钱是一克批发价三块新毛左右 而一年后的今天这个价钱已经达到了7块钱 涨幅超过80% 一个月30万 去年这个时候呢 去年没有 去年也只有十来万左右 在这个批发市场里 很多顾客都是从外地前来进货的销售商 这位山西的销售商告诉我们 尽管现在白银的进价比去年高了很多 但销量依然很好 过年是不是刚开没几张吗 然后买的还是人特别多 可能是过年然后给小孩买银锅呀 银锅呀买的挺多的 就是刚过二年就过来进货了 卖的已经脱销了 第二年的话 如果它一样涨大的时候 还是银子涨的价格要多 从这个来说 一克来说的话 它本来卖价就高 它一克涨了几十块钱 但是银子按那个倍数来说 它是银子倍数要多一点 一位批发商告诉我们 他们今年节后的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三十 银庄销售额特别好 银家国际行人一直在涨 它可以有保值的效果 因为这个银庄我们可以回收 它也可以变现金会比较快 然后它如果不想变现的话 它可以放在那边存着 当然现金也可以 就是存起来 等到以后涨着再买掉 就是等于是一种投资 2月22日 纽约白银期货价格 一度上升至每盎司 34.31美元 创31年的新高 2月24日 国内市场白银价格7.09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涨幅为95.31% 黄金价格每克298.37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涨幅为21.80% 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市菜板 虽然与人头攒动的 黄金饰品柜台相比 白银饰品的柜台稍显冷清 但销售额也有小幅增长 这块的销售情况还是不错的 一个是春节两节刚过完 然后销售情况还是有一定增长 但是营价的原料的涨幅 对咱们银饰品的增长 不是很明显的 这块不像投资类的产品那么明显 我现在是在泰白的投资回购交易中心 由于最近白银涨幅比较大 前来购买投资银条和进行回购交易的消费者 与日俱增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每天到下午的时候 当天的投资银条就已经销售完毕 我们卖的投资银条 这种需求量非常大 就造成春节之前到现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几乎就天天都是断档 每天有人来几百公斤 就早上一开门一抢 这个就没了 现在平均一天能卖多少 现在是一天能来多少 能来多少就卖多少 关键是来不了货 我们最多一天来了一吨多就全卖了 现在是应该是顾不应勤吧 王经理告诉我们 白银的基础价 从去年上半年的三块多 涨到下半年的六块多 直到目前最高涨至了一克七块二 什么时候买的 年前的 你原来买的时候多少 六块二 现在涨到多少 现在现在有基础价 七块 七块 您就是想买银条 对 不买其他的 不买其他的 投资白银的就成本贴吗 担任的就收藏房 太好收藏了 黄金呢 就是体积比较小 好收藏 但是它的现在价位已经很高了 白银 现在目前来说价位比较低 跌的话呢 空间也很小 回想十年前呢 白银每盎司还只是4.5美元 看到现在的价格 真是让人感觉恍如隔世 相对于惹眼的黄金 白银最近一年的投资回报率呢 要高出好几倍 难怪这些投资者都说 买金不如买银 不过和到商场排队抢购比起来 还有一个更便捷的投资渠道 那就是纸白银 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 它的回报能有多少 李先生做股票投资已经有多年 但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 他便逐渐把资金挪到了纸白银投资上 此轮白银的火热行情 更是让他有了一笔不菲的收益 其他可能投资的这种途径不是特别的好 比如现在股市和国家的一些政策调控 有一些关系 受一些影响 所以可能会把这个自己的钱 往这个贵金属方面投资 记者了解到 从去年8月底纸白银业务在中国正式投产的6个月里 白银价格已经从当时的每克3.95元 一路飙升至每克7.09元 涨幅高达80% 火热的行情让投资者纷纷受益 也让银行从事纸白银交易工作的交易员们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从事纸白银交易工作的蒋海洋 每天就要接到许多来自客户的咨询电话 最近打电话来咨询白银业务的人多吗 最近这个电话来咨询这个白银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价格在涨势之后呢 整个客户还是比较关心这个价格走势 对于这个价格未来的变化呢 还是比较关心咨询的电话呢 也是比较更大 蒋海洋告诉记者 以北京地区为例 纸白银业务从去年8月底投产到现在 其交易量已从最开始的每月200多吨猛增至目前的500多吨 其新增开户数也一直维持在高位 投资者对白银的投资热情一路高涨 甚至已经超过了黄金 那么曾经一度默默无闻的白银 为何突然间风光异常 大受投资者青睐呢 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科 从事账户白银市场分析工作的袁晓东认为 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是造成此轮贵金属价格集体上扬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事实上是CPM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扬 因此呢 这个由于流动性的泛滥 使得这个投资的这种品种和投资的意愿呢 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回归 那这种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自然呢也就推动了这个白银和黄金的价格的一个上扬 袁晓东告诉记者 除了国际上持续低利率政策 以及美元贬值的预期 使得白银黄金等价格大幅上凉 对冲农产品与石油的价格风险 也是投资者追捧贵金属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另一方面 国际上的一些突发事件 也是导致了大量资金涌入白银和黄金市场 以求规避风险 朝韩的这个战事包括这个最近几天我们看到这个利比亚 那么它有这些这个政策危机呢 都是推动了这个避险的需求 那么总体上呢也就是推动了这个对于这个贵金属避险的一个支撑 开访中记者也发现白银与黄金的价格在2008年到2010年年初这段时间里 同步相关性并不是十分明显 当时在黄金价格一路走高之时 银价却一直低迷 而在2010年之后 白银价格才开始一路飙升 并且与黄金的价格趋于同步 这是为什么呢 对此袁晓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种相对长时间的一个避险性的这么一个追逐之下呢 这个黄金可能会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更有它的这个避险的一个特性的一个表现 而白银方面呢可能暂时呢受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冷落 袁晓东认为 当多数的投资者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心理阴影之后 金融避险的需求逐渐弱化 投资需求再逐渐增强 而账户白银的交易门槛相比黄金要低得多 银行收取的点差佣金也比较少 特别是投资白银的高额回报率 更是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趋之若鹜 从这个走我们投资之后这一段观察来看的话 应该说这个白银的变化走势 包括这个涨势和涨幅啊 实际上都是要比黄金快 但是蒋海洋提醒投资者 正因为账户白银相对黄金的这些投资特性 也使得其投资的风险逐步加强 目前白银的价格已经达到了 每盎司34.3亿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希望投资者也能够谨慎投资 而袁晓东则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那么从六个月到一年的这种投资的一个角度上来看 我个人看法应该说对于这种硅金属的走势 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 如果是在这一年半之后 发达国家 由这种复苏期可能已经走出来之后 货币政策可能会转为这种相对比较偏紧 提升利率 那这种情况之下 自然对这种固定收益的产品 包括黄金白银的这种投资 肯定都不是很有利的 至少从纸白银的交易量上来看 如今白银的风头已经盖过黄金了 看来虽然同样都是贵金属 它们的具体走势和市场的表现也不尽然相同 那么和股票基金黄金等其他的品种相比 现在势头正猛的白银 是不是最值得持有呢 我们今天也展开了一个问卷调查 来看一下 我们的记者通过邮件电话和现场采访的形式 对十位期货投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问卷调查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在股票基金黄金白银这四种投资理财产品中 您认为收益风险比最优的是哪一种 有三位专家选择了白银 有三位专家选择了股票 选择基金和黄金的各有两位专家 因为投资白银你主要是一种保障性的这种投资 或者说保值性的一种投资 你要投资是银条的话 你需要把你的钱全拿出来 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但是你假如是白银T加地的话 那么你拿出30%的资金 可能就能够覆盖你的所有的这种财产 所以说白银T加地是我们因为白银期货没有上市 所以白银T加地其实是我们现在比较理想的一种投资方式 其实从整个投资产品的一个选择上来说 我们有一个大的逻辑 就是从今年开始的话 其实整个全球的这种区域杠杆化可能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 过去两年体现金融属性更充分的板块 其实风险就越大 而过去几年金融属性体现越少的这种投资产品 它的相对来说未来的机会就会更多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 在股票基金黄金白银这四种投资理财产品中 您认为当前风险最高的品种是哪一种 有四位专家选择了股票 三位专家选择了白银 三位专家选择了黄金 其实从去年或者08年以来金融危机之后的话 其实白银的涨幅是远低于黄金的 像我们说在这种保值增值的产品里面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它最后的涨幅都是要趋同的 我们觉得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 可能它的价格会逐步的见顶 但短期因为一种风险偏好这种 或者是避险情绪的影响 它可能仍然有一些上涨的一个动能 但是对中长期的投资 可能它并不是特别适合 只是用于短期的一个操作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 昨天白银突破每盎司34.31美元 创历史新高 近一年涨幅远超黄金 您认为白银的投资前景是什么 有五位专家认为 当前的白银投资属于高风险高收益 有三位专家认为 当前白银属于高风险低收益 两位专家认为是低风险高收益 我们觉得像白银和黄金 至少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投资者的话 我们觉得在现在的价格去买入 实际上是并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 所以所以投资者而言 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 那么我们更建议去买入那些相对来说低估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高息的一些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福息载类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些产品相对来说 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风险收益的比 另外如果当然是一个短期 我们觉得如果国际形势在短期内不稳定下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仍然有一个短期 惯性上冲的这么一个动能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比如说放在一到三个月的视角来看的话 对投资者而言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一个配置的价值 我们的记者又电话采访了中国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周鸿涛先生 周先生告诉我们白银投资的收益虽然比较高 但是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投资人还是要谨慎选择 风险还是 最近段时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白银呢 我们说今年已经产股两次的事情高了 对吧 现在目前已经到了 昨天吧 已经到了34.31美元了 对吧 这是30年以来的最高点了 对吧 投资的这个风险呢 也提前投资的 虽然白银投资的门槛比较多 看到白银的收益竟然是跑赢了黄金 如今不少投资者呢 开始将资金从股市和黄金当中撤出转投白银了 而白银相对比较低的投资门槛 更是吸引了大批收入不高的普通百姓 和这些刚刚开始接触白银的投资者比起来 那些常年和白银打交道的生产商 经销商又怎么看待白银的后世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正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以往并不引人注目的白银 凭着超高的投资回报率成为了投资的新宠 但是实际上很多投资者呢 只是关注了白银最近一年来的强劲表现 对他长期价格规律跟踪了解的人并不多 白银是不是一道永远都会这么美丽的风景线呢 我们的记者呢 也到了盛产白银的湖南成州市永兴县 做了一次调查 来看一下 在去年年底白银长势最猛的时候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湖南永兴县进行采访 在湖南省永兴县的一个质押仓库里 白银制造商刘永军正在将他抵押给银行的一批粗银 卖给同县的众德集团 刘永军今年三月份进了这批粗银准备练白银 然而没想到当时价格突然下降 也练只会亏本 为了维护企业正常运转 刘永军只好把这批货质押给银行贷款了470万 没想到半年来白银价格猛涨 不仅让刘永军还清了贷款 还能把这批货卖一个好价钱 进了货就是高价进过来 就是拉过来做出这个半清品的话 它就已经掉价了 掉价卖就溃没嘛 那是几月份的事 三个月份嘛 所以这把行情其实是把你救了 刘永军每天都会收到上海白银交易所发来的信息 当天的白银价格比头一天卖给仲德公司时 每吨跌了一万块钱 这对刘永军来说算是赚着了 然而历经了白银跌宕起伏的这些白银生产商们 已经习惯了白银的波动 在永兴县采访时记者看到许多白银演练厂都在开足马力的生产 而且这些企业当天把白银链出来 几乎当天就能把货全部卖出 许老板告诉记者 虽然白银价格节节走高 但是作为生产企业 他们却不敢把货囤积在库房等待更好的价格 因为现在白银价格上涨如此之猛 他们自己心里也有点发虚 我们一般是进家以后马上就基本上好像自己能赚一点就抛掉了 就抛掉 所以为什么你很担心吗 担心结价的 这个市场价格现在不稳定了 也是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大家都说这个银价还得涨 就是市场价格国际商品搞不清楚这个东西 万般变换太大了 所以我们还是担心 心里发虚的不仅是像许为这样的小老板 规模更大 市场竞争力更强的白银企业同样如此 在永兴桂岩公司 记者见到了刚刚铸造出的1.8吨国标一号纯银 一个银块价值9万多元人民币 这堆白银价值上千万 副总经理杨涛告诉记者 他们对现在的风险很担心 也不敢有丝毫的存货 除了加快货物出手的速度 同时还在做套期保值 我们也是按正常的经营方式在做 也没有去过多的去读价格 那你现在你们怎样来规避这样的风险呢 我们是主要是通过国内的一个 白银的一个期货市场 进行套期保值 我在买入当地抽营的同时 我就在期货市场上进行抛出 锁定我的加工的利润 当我把现货卖出去之后 我就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平仓 然后对冲这个头寸 湖南省永兴县 其实当地根本没有银矿 全靠从全国收集各种费炸费矿 依靠传统的冶炼技术 从中提取白银黄金等贵金术 因此白银生产商必须拿出大量资金 购买三费原料 如果遇到白银价格下跌 这些制造商将赔得血本无归 事实上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就让中国中部的这个小县城的冶炼商 感受到了白银市场的巨大风险 当时白银价格在短短七个月内 从每盎司21.19美元暴跌至每盎司8.44美元 跌幅接近60% 在永兴做白银演练十多年的曹小平 还清晰记得刚刚过去两年的那场灾难 以下零八年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两千多的两千多块钱 那个是零八年就四千多了 公斤了 因为我们有时候喜欢说金 就是四斤 最高的四千多 四千多一公斤 最低叫到一千八两千了 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到这个地步 我们想四千多的银 最低也叫到三千多了不起 都是没想到一下子滑下两岸 但是很多的企业打费吗 应该有不少 这里面永兴当时打费了多少 应该有 起码有三分之一 马振兴是永兴县最大的白银加工企业 新达银业副总经理 2008年时 他正在准备公司上市 然而这场银价大跌 不仅让公司的上市计划落空 还让企业出现巨额亏损 那你们当时生产一吨 白银要亏多少钱 进的时候应该是 四千左右 四千多一点 四千多 那卖出去 卖的时候应该是三千多 就是全年总平均 那总的是说生产一吨亏 生产一吨要亏一二十万这样的吧 一百万 一百万这样 像你们这个时候的痛苦期有多长时间 痛苦期我们将近了一年 用一年多的时间 带恢复的现实 永兴现在的白银野链企业 大多都经过多次白银价格的大起大幅 对于当前的暴涨行情 他们普遍怀有一种谨慎的态度 事实上 不好的市场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杨经理告诉记者 目前白银用于投资收藏的比例还是非常小 绝大多数白银是用在工业上 永兴县唯一生产投资白银的企业 一年才生产十吨投资白银 这个量在永兴所有的白银产量中微不足道 杨炮担心的是 现在白银价格的攀升 已经让下游使用白银的工厂生产成本增加 他们的客户需求开始萎缩 我们原来一些 怎么说呢 一些比较大的用户 现在的订单 跟我们的订货的订单 相对涨价之前呢 还是有明显的减少 减少幅度 减少幅度 这个没有做一个准确统计 可能有个大概一个百分之二三十吧 现在白银价格的高涨 已经让这些白银冶炼企业有点吃不消了 他们都不愿意白银价格再往上涨 因为白银价格越涨 三费的原材料也水涨船高 一样涨价 他们占用的资金量也就越大 资金利润率就越低 价格的上涨 对它经营来说 经营成本 意味着经营成本也在增加 原来是300万或者是400万 它一斤的白银只要400万 而现在也需要600万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说利润相对的是锁定的 作为中国唯一负责管理全县金银冶炼企业的政府机构 用兴建金银管理局局长何克飞非常清楚 高银价下企业所面临的风险 因为这一个投资在我们这里 应该说是还不具备这一种实力 做这一种就是说压货啊或者是存货啊 来赌一波行情 或者是这个来作为一种纯粹的一种保值增值 它不能把这个资金压下来 它如果压下来意味着它的产量 已经是说它的资金周转就会出问题 因为一旦资金链出了问题 这个企业就非常的麻烦 永兴县每年生产白银2000多吨 最高的时候一度是占到了全国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 被称为是中国银都 然而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的 听到的和投资市场是完全不同 就在银价飙升 投资者踊跃抢购的时候 这里的白银生产商却反倒表现十分的谨慎 甚至还认为银价涨得太快 对它们并不是利好 它们微妙的态度值得投资者关注 毕竟和黄金比起来 白银主要还是用于工业用途 投资的功能并不显著 一旦失去支撑 大涨之后出现大堆的几率比黄金要高得多 投资者在跟风的同时 对白银价格的中长期的规律应当有所了解 以防馅饼变成了陷阱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来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有什么样好的线索和建议呢 都可以发到我们栏目的QQ号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